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我们来看一下阿婆蝴蝶丸跟阿嬷蝴蝶丸 不太一样,这是我朋友的园子里面的阿婆跟阿嬷 这一棵呢,其实说我听我朋友讲 这个应该是西藻蛙的个体 简单说这一棵应该算是阿嬷比利斯 阿婆跟阿嬷的差别是差在她的唇部的地方 还有她的流状物的地方 还有她的分布地点,其实许多的地方分布地点 她分布在,因为她整个分布是从菲律宾一直往南延伸 那延伸到什么,像是泰国那附近,巴拉旺岛那附近 印尼那附近,藻蛙那附近 那所以呢,这些地方所产生的就不太一样 你看这个是阿嬷比利斯,就是阿嬷 那她是属于西藻蛙的个体 就是在藻蛙出来的个体 然后你可以看她其实她的唇瓣还蛮飘逸的 她的花瓣蛮飘逸的,唇瓣蛮漂亮的 这个颜色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对比色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那基本上这种阿嬷比利斯 她喜欢把花长在那个枝条的最尾端 所以她的花梗通常都非常的长 你可以看她的个体是还蛮大的 这个你看叶子是细长型的 那阿嬷跟阿婆制分布的产力很多 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种品种 就是新几内亚的品种 新几内亚的品种其实我非常的喜欢 但是我这边一直就是长得很大 但是不太开花 新几内亚的品种通常会香 就是有人讲的新几内亚的香的蝴蝶兰 这个可能是选出来的个体 不过她就是会有香的个体 因为市面上可能都是这个个体去做切片 或者是做交配所出来的 大部分的大家对她的印象就是会香 新几内亚的个体 她的那个花瓣是垂垂的感觉 你可以看她那个两边右边的花瓣 是垂垂的非常的可爱 其实新几内亚的或者是苏拉维希的个体 都有这种特征 都是花垂垂的感觉 就是跟你所看到的那种挺拔的感觉不太一样 就是这种垂垂的花 不过有人说新几内亚的个体 比较不好种 那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是见了见自她 像我一直觉得新几内亚的很好种 因为我这边大概有 我的手上大概123456 6颗7颗 那其实这种还不错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还好啊 没有很大差别 不过普遍大部分有人觉得新几内亚的个体 不是这么的好种 她比较怕热 怕闷 比较容易烂掉 你可以看她的花就这样垂垂的很可爱 我觉得新几内亚个体是 如果你种的活的话 是还蛮适合收藏的 因为她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蛮好看的花型 听说苏拉维希的个体 也是这样垂垂的个体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两边的那个 花瓣是比较 比较往下垂的感觉 这也是这个产区的那个 特点啊 我觉得就是这个产区的阿嬷的特点 就是有这种垂垂的感觉 那你看她的叶子非常的长 带有一些小小的银色 这个其实就是 那个新几内亚在台湾看到的特色之一 我是搞不清楚她原产地 到底每个个体都是这种的性状还是怎么回事 不过因为我们能手上能买到个体呢 大部分都有带有这个性状 长叶子带有很亮的银色的叶子 而且可以长得很大 那叶子可以长得非常的大 可以如果你种的好的话 可以到20几公分30几公分以上 非常非常的大 那但是就是有人说她不是那么好种 所以如果你想要种的话 你可能要考虑看看你的环境 适不适合 或者是种种看就知道 主要是种种看就知道 不过她的那个 会带有香味 有些人甚至说她的香味像 Syladia的香味 就是有人做分身个体 说她香味是很像Syladia香味 就是香香的 然后花旗又蛮长的 因为阿婆阿嬷的花旗 基本上都有一段的时间 没有那么的短 那 这一颗算排列非常的漂亮 而且还跟她分叉 其实还有一些小分叉 我觉得非常不错 基本上 新几内亚产的 其实就是新几内亚的地方 其实就是属于在沙巴的附近 其实你可以说她这是波罗州的其中一部分 那这一类型的蝴蝶兰 就是那个产区附近的蝴蝶兰 都有同样的特征 都有同样的特征 它唇瓣就是比较 它唇瓣的下面那个唇瓣是比较T字型的感觉 然后花度会比较垂一些 以前它这些被分为其他的亚种出来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找 还有什么像魔路群岛的那一类型 也是类似这种个体 就是比较垂的 但是可能有些人会想要从里头找比较饱满的个体出现 也许啦 那可是这是因为新几内亚在市场上一直不太多见 相对而言少很多 相对而言少很多 那你看这一颗这颗就完全不一样 这颗的个体就不一样 这个是阿婆啦 就完全不一样 两个就完全是不同的个体出现 所以你可以看右边是新几内亚跟左边是阿婆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阿婆通常我觉得 我觉得它的那个花梗比较短一些些 然后它的分叉性比较高一些些 尤其是非婆 大部分我们手上拿的都是非婆 有些是巴拉旺的 那巴拉旺就是有阿婆又有阿嬷 那个产区刚好借在两个的中间 所以其实是会有两个不同的个体出现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台湾的白狐蝶蓝 台湾的哦 好这个是台湾的 这个是白化的个体 这个是陆寮西产的 你可以看它的花形 就是一个陆寮西产的个体的感觉 就是这种花形 你记起来这种花形 就是陆寮西产 这个是白化的中间都是白的 这个其实是 大部分这个形态 我们都通过陆寮西产地 不管是它附件什么安硕 陆寮西都是这个样子 它跟大五的样子真的长得不太一样 大五的样子是完全是另外一种形态 如果你有机会看过大五的 你会发现大五的都长很像 其实安硕跟 我觉得陆寮西产的也都长得很像 都是长成这样子 所以很好区分出来 那这一类型的蝴蝶蓝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在台湾的这一类型蝴蝶蓝 分岔性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好 在我朋友那边 它可以分到好几十岔左右的大小 那你要盆植 你要板植都可以 像我就喜欢用板植的种法 那因为这些大部分是卖家要贩卖的 所以大部分他们会采用盆植的种法 这个是白化个体 普通的个体里面会带有红色的线条 那白化个体就完全是白的 全部都黄的 这我们叫白化个体 那基本上呢 如果你好好种的话 大型个体以后会开很多的花 这个是我觉得种这种 种这种台湾阿嬷好玩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开花 开花性非常的好 分岔性高 开花性好 然后虽然不会香 但是白色很飘逸的感觉 那这一批都全部都是半白的个体 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半白的 白化的个体 不是半白 半白你头发会带有一些颜色 白化的个体就整个都是黄色的 那正在开 正在开 现在呢是蝴蝶岩的季节 这是开的差不多了 那基本上呢 过了夏天以后 是凋谢的速度会变快 现在是比较凉一些些 所以它的那个花的凋谢速度还没有那么快 不过如果到了夏天 夏天天气开始变热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开花速度 就一次爆开 非常非常快 那前面这个花包是没有经过多久 它就会整个开起来了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玩不同种的蝴蝶岩的话 你可以去找找看 这市场上有些不是那么好找 像是巴拉旺产的 有些特殊产地产地 有些甚至不好种 有些甚至不好种 我知道台湾的很好种 苏拉维希的我也觉得还好 我觉得阿嬷都还好 没有到非常难种 那有人就是说 像我们刚才所看到前面的 新几内亚的 有人就说它比较难种一些 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看看 你可以找找看小苗 不过这几年小苗有时候不好找 它的小苗有时候会出现 有时候不会出现 有时候就市场上就突然没看到 好感谢您收看 我们现在见了拜拜